其实要带您关心民进党立委蔡同荣提案 要求政府补偿当年被编入路易特 多当了一年兵的那些义男 但是计算下来全部的补偿金额高达1940亿 国家财政真的是难以负担 国防部今天正式对外说明 因为当时的做法是依法行事 所以现在要求赔偿并不合理 但是国防部会考虑颁发奖章 来肯定这些义男对国家的付出 不过立委蔡同荣不接受国防部的解释 他表示要号召路易特的退伍一男 走上街头抗议 朝野立委提案的路易特补偿特别条例案 府院定调由于全案补偿金额将超过1940亿 恐将造成国家财政崩盘 要求国防部举行记者会对外说明 立委提案不符法理之处 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那如果路易特 他说如果路易特可以去要求很大的补偿的话 那海军跟空军要不要呢 还有海军陆战队要不要呢 这个法案如果宣告只会增加 我们所有民众纳税人的负荷 让全民背负了沉重的这样一个负担 造成国家财政的崩盘 除了国防部长高华筑 国防部法制师长 主计局长 任立司长 一一上台说明当时召集路易特多当一年兵 必无违法之处 但也肯定路易特对国家的奉献 考虑发给荣誉奖章 现场还找来路易特代表力挺国防部 不过发起路易特补偿特别条例案的提案立委 蔡同荣还是对国防部的说法不能接受 蔡同荣表示将会继续推动路易特补偿特别条例案 并在3月13号号召路易特前往总统府抗议 争取权益 记者张志雄 彭耀祖 张国良 台北报道